各位駕駛艙的讀者 我們今天來到德國的Battles Garden 試駕Aston Martin最新的DBS Superleggera 這部DBS是品牌旗艦 級數是在DB11之上 雖然它的底盤、引擎和很多硬件 都是源自DB11 但工程師說這部車很多東西都是潛伏的 例如這個差不多是全carbon fiber做的身體 panel 車身重量比DB11輕了73kg 輕轉是5.2L V12C Turbo 不過更加強大力量 最大馬力是725匹 扭力有900Nm 因為扭力加大了很多 工程師說ZF8速波箱 亦要換另一個更加強化型號 這部DBS的設計師說是跟DB11一樣 他們覺得DB車系的內容應該要一個一致性 這部車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pedal shift 這個pedal比DB11長了一點 還有椅子和DB11不同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試車 我覺得這部DB Superleggera是一部很舒適的GT車 它V12引擎的力量很大 加速反應其實是比DB11快的 它的中段力量 3500轉起至6000轉 扭力很充貴 Torque的管理 我覺得是很設合GT車身份 因為它是可以很順暢地將力量輸送出來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很激進 很唐突 性格跟法拉里812 Superfast是很不同的 法拉里812 Superfast是近似一輛賽車 你會駕駛到一身汗或者你很緊張 這部車是一部很傳統的GT車 它的車是設計得很舒適的 這部車的風味比DB11更加紳士得來 就是駕駛感會更加直接 DB11我覺得它的Suspension setting比較軟 這部車就更像Vintage 轉向和操控感是實在很多 這個Dynamic也挺平衡的 所以我覺得它從煞車入彎 或者從力尾出彎 它的車尾也會如何動動搖擺 但問題是車有一定的重量 在引擎沖著你去 所以你在窄彎內就要比較早修車 幸好它的Ceramic Brake 都很適合的 可以很遲修車 它都可以應付到 工程師就說它這部車的降幅最大 可以去到180kg 大家看到速度開到250kmh 但你覺得車尾是比汽流隔著 車的Aerola 味道很敵 今天駕駛了300公里 我都發覺這部車又真的很舒服 在公路巡航開到200kmh 接著我們又來到阿爾卑斯山 很急激地快地踢這些山路 踢了一整天 竟然一點累的感覺都沒有 我覺得這就是它這部車最優勝的地方